请要弟兄姐妹 愿上帝的平安和慈爱临到你们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都不可避免都会遇到各种的困难和挑战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上帝的话语 如何引导我们去克服生命中的困难 以及在这过程中 我们如何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 也就是克服困难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 《创世纪》50章20节 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 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 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 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这段经文是出自月色的口中 当他面对那些曾出卖他的兄弟时 他并没有怀恨在心 反而看到了上帝在这一切中的美好的意图 尽管兄弟的意图是恶意的 但上帝却能够将一切的转化为善 为了要拯救了许多的百姓的性命 弟兄姐妹 无论我们的生命中遭遇到什么的困难 我们都可以确信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Amen 就像耶稣所说的 上帝的意图常常超越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局面 他能够使困难转化为祝福 Amen 耶稣选择宽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 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 我们要学会宽恕 饶恕 并向他人彰显上帝的爱 这样的爱能够创造神迹 改变人的生命 改变人的心 克服困难 我们需要坚定的信心和持久的坚持 正如耶稣一直坚守对上帝的信心 我们也要在困难中保持信心 知道上帝的美好的意图 总是有一天最终会显现 Amen 其他弟兄姐妹 当我们面对还是遇到困难时 让我们牢记上帝的祸意 知道祂是我们的引导者和我们的拯救者 Amen 愿我们在信心和宽恕中 共同地面对困境 因为正在这时候 上帝能够赐给我们胜利的保证 Amen 弟兄姐妹 这时候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祢 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 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遭遇困难时 求祢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看到祢美好的意图 求祢帮助我们在爱和宽恕中行走 因为祢的爱能够战胜一切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祷告 Amen 弟兄姐妹 愿上帝祝福你们 透过他的话也能够克服 生命中的一切的困难和挑战